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债券市场 各位同学 今天我来为大家讲第十七讲次 第十七讲次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衍生性金融商品第二个部分 衍生性金融商品第二个部分 这个讲次的大纲 我们分为下面这几个段落 第一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 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方式 三公开喊价 四店头市场 第五个自动撮合系统 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使用方面 我们可以说风险的一方 可以将风险移转给 愿意承担风险的一方 开始的时候 商品的生产者利用远期和期货合约 来规避及降低价格的风险 如果商品的生产者想要规避 交易部位的风险合约的相对一方 可能是其他的避险者 如制造商或投机者 投机者持有与避险者相反的部位 并且承担风险 希望这个价格有朝着有利的 获利的方向来做一个变化 涛利的人呢 就是在这个中间 可能他们的交易 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是希望利用不同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市场的价差 或者衍生性金融工具 与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 与实际价格之间的价差 而能够获利 好 这里我会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风险 有这个风险它一定是存在着 不管任何一种商品 都有存在这个风险 这个风险一定是从有一方 把它规避 那另外一方可能就会有这个风险 这个中间我们就用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就可以让有一方 不会到时候 就是说如果我们定这个合约的双方 不会发生纠纷 因为他们合约上面有定好 应当怎么样的价位 应当在什么时期交货 写得清清楚楚 所以风险虽然一定会发生 但是合约定了以后 那就由一方可能会逃避 另外一方可能就接招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 他们多半都是用远期或者期货 来在这个合约上面说明 那也许有一方面就降低了 这个风险 另外一方面也许就没有办法规避 那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可以帮助 有一方可以避险 也可以就是说风险减少 甚至于就是说风险减少 当然利润就提升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的 这个市场里面 很多的投机者 这些投机者 他们也许是因为经验比较老到 也许就在这个市场上 他看得准看得远 那所以呢他可以避险 那当然这里面 他们如果生产者逃避的这个风险 那可能制造者或者销售者 他们就接到这个风险 所以呢谁是这个市场上 能够真正的获利者 就是看谁的 在这个看这个市场上的价格 或者这个市场上未来的变化 他看得比较准的人 他可能可以真正的逃避这个风险 不过这个风险因为有存在 所以呢 这个哪一方可以获得最有利的 这个事实上 谁都没有办法预先能够完全了解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市场上 把这个时间点 或者把这个未来的价格的部位 定在这个合约上 能够让他们能够得到 比较逃避这个风险 还有避免这个风险的一个最有利的 然后也可以说 对他自己最有利的获利的机会 把它定在你的合约上 好这里我再一次的跟同学讲 就是说怎么样来规避风险 怎么样来做风险管理 这个可能是我们衍生性金融商品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也可以说在这里面呢 就有一些人从事套利 这个套利呢 它也就是获得这个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 在买卖之间获得这个价差 谁能够获得这个价差呢 也就是这个价格部位 谁能够最了解它 那我们通常来讲 现金部位上面 我们能够估计出来 能够最能够有利的 这个可能就是套利的获利者 那有的人呢 看的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 现在来讲 这个金融市场上 因为有了债券的活络交易 再加上 大家因为越来越复杂的 这个交易的标的 交易的工具 那这个套利的人 就是说看你怎么样的 能够在这个中间 从别人的手中 拿到你需要的这个产品 而你需要的这个商品 又能够看到 更广泛的一个范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又能够得到你的利润 这个大概是最重要 那这个套利者 那就是说在这个价格 在整个市场里面 能够获得这个价差 而这个价差 是他自己看的非常准确的 所以我刚才讲到 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是每一个 在从事于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人 他这个交易的人 他不管是买方也好 卖方也好 他都要看得非常的准确 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润 好 这是我们先讲到 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介绍 衍生性金融商品 他在使用方面 那我们下面这个单元里面 要为大家介绍 就是他有下面这些目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他的目的 都可以达到哪些目的呢 第一个 就是降低国际的融资的 这个成本 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在国际市场上 提供脚佳的汇率 第三个呢 就是规避价格的风险 第四个呢 就是在使资金和风险管理 多样化 而且呢 衍生性金融商品 的种类和成交合约的口述 都是逐年在大幅的增加 这里我要为大家讲到 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可以达到下面这几个目的 也就是为了达到下面这几个目的 所以呢 我们才要把一般的现货的商品 给它改成了衍生性的 这里面就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降低 它的这个国际之间的 这个它的成本 也就是说衍生性金融商品 因为它是有一个预期 有一个未来 有一个未来的价格 那我们又定了合约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说 怎么样可以能够降低它的成本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能够提供 它在国际市场上 竞争的这个汇率 汇率可以给它提升 这是第二个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也可以呢 当然我们在前面也一再的提到 它可以规避一些风险 所以它可以避险 而且它可以多样化 这个商品多样化 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因为这个多样化 也让大家不是专业的人才 在这方面事实上来讲的话 就蛮复杂的 尤其国际之间 在过去这些年来 大家都推动了很多 这个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那一般的专业的人士并不多 但是呢 为了在国际金融方面 非常的复杂 而且又这些年来 因为大家的 没有什么国界的这些资金 到处的流窜 所以也让了 刚才我讲到 合约的口述 也这个数量 就越来越增加了 那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过去 大家都做得比较保守 就做在一般的农产品 或者一般的畜牧产品 或者一些石油 或者是金架上面 但是这些年来呢 所有的商品 尤其金融市场的商品 几乎都有衍生性的存在 那衍生性金融商品 也是很多人用来做 获利的一个工具 尤其一些投资客 投机客 那投资客呢 也许他是为了要买卖 他也许为了生产 所以他在这一方面 还获得的利润 还比较一般的标准 或者制式的 但是呢 如果是投机客 他们可能在这个市场上 获得的就是倍数的利润 那利润越高 大家都晓得 他的风险就越大 所以我们要逃避这个风险 可能变成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衍生性金融商品 能够达到这些目标 哪些目标呢 刚才我讲到 降低他的成本 提高他的汇率 逃避他的风险 然后呢 他的产品的多样化 这个都是他越来 而且呢 也造成了国际之间 这个合约的口述 越来越多 这个是他好的一面 但是呢 也就是风险的管理 要更加强的注意 接下来呢 我再为大家 讲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 衍生性金融商品 是有风险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被精心设计的原因 第二个 许多的企业和其他的机构 成功的使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个并因而获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市场上对于如何 善用衍生性金融商品 仍然缺乏理解 加上 这个与其 衍生性商品 本来就有一个投机的本质 可能导致 这个巨额的亏损 使用者应当小心的检视 它的风险的程度 这个就是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 大家都知道 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最大的 也是大家都了解的 它就是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风险的 这个问题存在 当然 大家也都知道 为什么你要买 衍生性金融商品 为什么你要获得 衍生性金融商品 不管是股价 或者汇率 或者利率 或者货币 你为什么要有 最主要你是要避险 在你这个避险的这个途中 你也可以知道 这个中间是风险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那么要精心设计 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 也就是因为要规避它的风险 第二个呢 它的特性的第二点 也就是为了规避风险 也没有其他的原因 你想风险能够减少 当然你希望的 就是你的获利要增加 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这里用的非常成功的 赢得了大家的欢迎 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它能够让你获利 也就是逃避风险就可以获利 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对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更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它只知道它可以赚钱 所以它就想尽了办法 去买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 也许可以给它再降低风险 那它最主要的原因 它是希望能够获利 那第三个特性呢 就是说因为大家对这个 衍生性金融商品 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 因为这也不过是 这近数十年来的一个新的产品 而且过去大部分都用在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就是农产品的上面 那因为大家都需要生活 所以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一些物质上面 可是现在呢 我们把它发展成为 衍生性金融商品 尤其金融大家都知道 它有跟很多其他的物质 它会发生抵触 或者有也许会发生 很多不可知的变数 比如有的金融商品 是因为对方的 比如以汇率来讲好了 那有的国家发生了战争 或者发生了地震 海啸 这些不可预知的 结果影响到它的汇率 影响到它的汇率 那这个汇率就影响到 可能你在购买 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时候 发生了巨额的亏损 而这个巨额的亏损 到底要发生到什么程度 这个我们就要特别去研究 那也许它的程度很浅 也许程度很深 其实过去我们在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里面 很多的人去买的别的国家的货币 比如我们大家都看到 利率已经到了民利率的时代 但是有的国家 它的利率非常高 那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就跑去买 别的国家的这个 它的一种债券 或者它的其他的这个商品 衍生性的 或者干脆把这个资金 移转到别的国家 事实上你忘了一点 它的汇率是在贬的 那你买了它的赚钱的这个商品 可是你赔掉了你的 这个原来的本金 所以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是有特性 它可以让你赚钱 可以让你避险 你也可以让你的风险 减低到最低 好 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等等再为大家解释 各位同学 那我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在市场上交易的方式 它交易的方式 那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中 交易员是为了其客户 或者为自己买卖 衍生性金融商品 合约的市场参与者 它的交易的方式有下面这三种 第一个就是在交易市场里面公开喊价 第二个在电头市场上 这个进行交易 第三个就是利用这个电子撮合系统 这个交易员和经纪商需要利用路透社或者其他的资讯公司提供的最及时的金融资讯 标的工具的这种资讯 这里我们要提到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的交易方式 通常是交易员 他为他的客户 为了他自己所做的一种交易 那这里我有提到 路透社 因为英国他是在这个衍生性金融商品非常早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的资讯媒体非常的为大家所注意 而且大家都注意到他所发出的资讯 当然这些年来全世界各个这个期货交易所 他也都有很多的资讯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购买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时候 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就是他的资讯媒体的传播 当然在这里面我们看电影也好 看电视也好 我想各位同学都有看到一个市场上 有很多人在那里喊价 这个喊价就是第一个方式 那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用不但喊价 而且有的时候用比手势的 他们里面就告诉人家 说我大概要用多少钱买多少钱卖 这个交易员在这个市场上 他是非常活跃的 那他用手势来比喻 这是第一个公开喊价 第二个呢 他是在电头市场的这个进行 电头市场的进行就比较没有那么热闹了 他比如一张桌子 然后就在这个柜台上做一个交易 那这个交易大部分就是用书写的方式 用面额的方式来讲 第三个就是电子交易撮合系统 这个就比较在现代来讲 他是属于电子交易系统 又方便又能够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是采取用电子交易撮合系统 我们不像日本或者美国的纽约 情侶交易所 他都用比手势的 日本也是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当然我们的电子系统比较发达吧 可是有人认为用公开喊价有一个好处 就是非常热闹 那那个也能够活络市场 大家看到这个交易市场的话 就觉得大家都在那边很热闹的交易 那可能让一般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 他们比较感兴趣吧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我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公开喊价 交易所的主要角色 是提供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 那交易所负责的会员审核 还有这个制定相关的法规 包括交易行为和清算 这个争议等四项 那公开喊价是交易员或者经纪商 在交易场里面以手势 或者叫喊的进行交易的一种方式 那这里我们有提到 伦敦的国际金融期货 及选择权的交易所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还有新加坡期货交易所 都是非常热闹且吵杂 交易活动 有时看起来非常的混乱 那其他比较小的交易所 虽然不像这个大的交易所热闹 不过仍然使用公开喊价的方式 来进行交易 这里我们就提到公开喊价 通常来讲 在一个有一个交易所 那我们就可以说提供一个交易的环境 而且这个交易的环境是非常安全的 通常这个交易所里面 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第一个就是会员的审核 还有制定一些法规 让大家有一些游戏规则 朝着这个游戏规则来进行 这个就是我们交易所为什么要设立的 那这个交易所呢 通常他也做一些处分 比如说有些人违规的事件 也是由交易所来给他处分 有一些争议的事情 也是由交易所来给他们做一些调解 有一些交易的行为 也是在交易所里面进行 那这通常这个交易员呢 他都用喊价的方式 或者匕首式的方式 在这个交易所里面进行所有的交易 那刚才我已经提到的 伦敦的金融期货交易所 还有呢 就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还有就是一般的 那个新加坡的期货交易所 他们都算是比较大型的 当然那个在美国来讲 他们这个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 大家都知道芝加哥以前 是美国的股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市场 所以它是在美国来讲 它是最早的期货交易所 那它现在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 那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小型的期货交易所 像我们台湾呢 也是90年代以后 我们才有这个期货交易所 不过呢 我们陷于这个市场的环境 所以我们有这个交易所 但是我们交易量非常的少 好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讲 下面这个单元 下面这个单元 我要为大家介绍电头市场 电头市场的交易 起源于金融工具 只能够于柜台 那个比如银行的柜台购买 这就是一个 一个table的一个交易 一个桌子的一个交易 这是一个交易 电头交易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 除了电头交易以外 那我们还有就是一个 这个自动绰合系统 这个自动绰合系统 是许多交易所利用 这个自动绰合系统 来延长交易的时间 这种系统一般是透过 合资的方式来提供 比如Gorbex系统 是由路特社 法国期货交易所 还有新加坡国际商业交易所 合作建立的 会有某个交易所 特别开发的交易系统 如伦敦的国际金融 其货即选择交易所的 自动厂内的交易系统 APT 自动绰合系统的交易规则 和厂内交易一样 但是具有匿名交易的优点 因此有时被称为电子经济商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它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买卖委托 讯息送进中央的撮合系统 第二个就是买卖委托 这个讯息传递到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第三个就是系统依价格数量 信用及其他市场相关的规定 撮合最可能成交的交易 好 这个自动撮合系统 大家一看就知道 它是在延长交易的时间 而且因为Growbacks 所以有很多的市场 他们就把它集合在一起 而撮合 撮合最大的一个好处 因为它是自动撮合 所以是一个匿名的交易 而且委托买卖这些 可能都没有人知道 而且它可以传递所有的讯息 它也可以将价格数量 还有信用的这些 都可以把它撮合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自动的 一个秘密的一个成交的系统 这里我们讲的这些 那希望各位同学 对我们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有兴趣 我们下一次再会 ij满下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